大家好,我是Dem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 让二代超人气女团Tiara形象大悔的 华阳霸凌事件 我之前也以为中国名是花印 结果最新资料显示是何荣 总之当时另外还有一个罪魁扩手就是 Tiara的老板金光素 首先给大家快速说一下 华阳霸凌事件 华阳在Tiara以波比波比爆红 并进入巅峰期的2010年时突然加入 他参与了Lulipoli Le Vida Biham Debati等大红歌曲的活动 共享了Tiara的全盛时期 但在2012年卷入了霸凌争议 当时华阳在MBC秀音乐军行表演结束后 因左脚踝扭伤为由 宣布不参加Tiara的日本舞蹈馆演唱会 这令为了首次舞蹈馆公演 全力以赴的成员们感到不满 然而华阳为认真听取成员们的意见 坐着拐杖上舞台只参加了叠叠叠的表演 成员们的不满情绪爆发 与网上发表缺乏意志等言论 随后华阳和双摸腿姐姐Hio Young 以及华阳的饶舌老师 也在网上发表针对Tiara的评论 进一步激化了霸凌争议 随后所属公司宣布解除与华阳的合约 让她退出Tiara 并明确表示霸凌或不喝的传言毫无根据 但是该事件对Tiara的形象造成了巨大打击 在争议5年后 Tiara的前工作人员们 解漏了华阳和Hio Young的不当行为 舆论才开始出现了反转 然后在11月8号 苹光素出演了一个综艺节目 提到了Tiara霸凌事件 苹光素表示 真是让人傻眼了 我当时气到决定要发表重大声明 于是叫了华阳和Hio Young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中提起这件事 我叫他们把合约书带过来 当场撕掉后说了 走吧 我无条件放你们走 你们去做想做的事情吧 苹光素接着表示 网路上到处流传着什么 意志如何如何的话题 说他被霸凌了 Tiara的家长们找上门来 要求我召开记者会 公开所有短信和证据 我当时想 这个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 结果我一个人被骂了 然后在净光素说这些话的时候 字幕显示 即使有错 也担心华阳的未来 净光素接着表示 如果网友们认为谁有错 那就会成为事实 当时我觉得 Tiara没有做错什么 所以我才坚持让他们继续上节目 但是网友们却在猜测 净光素的实力有多大的话 才敢这么做 但我心里认为 我们没有错 就算我被骂我也愿意 但如果在那时候停下来 Tiara将无法重新出发 所以我告诉他们 你们必须继续前行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 是极大的危机 从某种程度上看 那件事甚至至今 都还未完全结束 当主持人问道 你有后悔过当时的决定吗 净光素回答 Tiara的成员们 偶尔会在我生日时来看我 那时候我总是哭得特别厉害 因为感到很抱歉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与其相信净光素的话 我还不如相信 路过的流浪狗说的话 看完整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话 虽然华阳的行为 确实有些问题 但一切的根本原因还是狂说 撇开其他不谈 谁会相信狂说的话 他有什么意气安心人可言吗 他还把金中国求聪明搞成哪样 对呀 明明团体已经发展得很好 非要硬塞新成员进去 所以你的错误是最大的 狂说不负责人 又态度不佳的话 公开举计成员的Tiara 大家都有错吧 这不是能指责外某一方的事件呢 对于金风鼠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